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的明察秋毫节目 我是主持Nary 首先播报一条超级好消息 世界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 一周四天工作日的实验 周一在英国正式的启动 这个研究性的实验是由英国的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和美国的波士顿大学 还有两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联合开展的 这个项目涉及包括70家公司 3300名员工 行业从金融服务到小餐厅有很多 是人类迄今为止 范围最广涉及人员最多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关于四天工作制的实验 持续多久呢 六个月 参与实验者拿五天的工资 但是只工作四天 实验的目的是看这种新的工作和休息的安排 是否更符合人性 更能够提高人的生存的质量 而同时又不会影响生产效率 之前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实验是在冰岛进行的 涉及的人员是2500人 微软公司也在日本实验过四天工作日 这些实验的结果都是非常正面的 参与实验的员工不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而且工作效率比原来还要高 微软的实验显示 参与实验者的生产力提高了40% 我觉得这些实验虽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也一定程度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因为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就业市场会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 而急剧的萎缩 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需要做好人口结构改变 和社会财富分配原则上的重大的调整 人一定要工作才能够挣钱和生存的时代 可能会很快过去 或者至少在发达国家里 你会看到这样的苗头 好 这个是先播报一个好消息 今天的内容也是关于经济的 但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西方经济 而是西方经济中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分 匈牙利的经济 匈牙利是欧盟中的一个艺术 就有点像土耳其是北约中的一个艺术一样 简单介绍一下 匈牙利脱离了苏联之后 建立了议会制为主的政体 它有实际权利的国家领导人 是议会中多数党推举出来的总理 而它的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匈牙利在2004年加入欧盟之后 它的经济发展得很快 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 GDP下滑超过了7% 失业率达到11% 在随后的2010年的大选中 原来的左翼政党政府就全面的溃败 而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 叫清明盟 Fidesz一口气获得了议会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 这就意味着这一个政党就可以独立修改匈牙利宪法 2011年他们确实通过了一部新宪法 清明盟的首领奥尔班 奥尔班Victor就当选了总理 这个实际上是他第二次当选总理 奥尔班在匈牙利的权力基础十分的稳固 他从2010年上台到现在12年还在当政 而且还刚刚赢得了再次的连任 这里我插播一个背景 匈牙利人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古代横行在欧洲的匈人 那个汉斯的后代 而他们自己呢也自称自己的祖先和匈人的祖先是兄弟 但实际上他们和古代的匈人没有多少联系 匈牙利人的主体是马扎尔人 他们是突厥人的一支 他们和匈人的关系是 他们可能曾经被匈人统治过 这个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 马扎尔人是姓在前名在后 所以奥尔班维克多 奥尔班是他的姓 维克多才是他的名 所以我们叫他奥尔班总理 西方有的时候就管他叫Victor Orban 就会把他反过来 这个奥尔班呢 他是一个西方舆论界极其讨厌的人 他公开表示说 我匈牙利施行的就是不自由的民主制度 奥尔班是一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 强调匈牙利人优越和基督教的崇高地位 对外以本国国家利益优先拒绝移民 对内压制新闻自由 压制反对党 操纵选举干涉司法 禁止大学做同性恋的研究 并且受到很多经济腐败的指控 这个奥尔班有一个外号叫小号的普京 从他2010年上台之后 匈牙利在国际上的自由度的排名有大大的下降 其中新闻自由度排名下降了69个位置 记者无国界组织批评 奥尔班是新闻自由的敌人 民主指数排名是下降了11个位置 从原来的民主国家下降为部分民主国家 这儿再插一句 这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却是美国右翼所欣赏的 右翼媒体Fox News的著名的新闻评论人 Tucker Carson 曾经在去年专门访问过奥尔班 他认为匈牙利的自由 他的原话是 一点不比美国差 Carson还说 如果你真正关心西方文明和美国的民主 就应该来学一学匈牙利 美国的右翼真的是在保卫自由吗 还是说他们只是在保卫白人的自由 这一点我在去年的8月11号的今日美证中 专门的聊过这个话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去年的8月11号的今日美证 好我们说回来 尽管美国的右翼对奥尔班是有点青睐的 但是西方舆论的主流上还是对奥尔班有比较严厉的批评的 认为他是一个极权者 authoritarian 是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 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 奥尔班也是明显的偏向于俄罗斯 他拒绝参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不允许援助乌克兰的物资 从匈牙利境内通过 奥尔班和普京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 他被称为是普京在欧洲的最后一个支持者 好 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 奥尔班在匈牙利的国内极受欢迎 在今年四月的这个大选中 他所领导的清明盟再次狂胜 再次赢得了超过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数 他的反对派们六个党联合起来都不是他的个儿 基本上在匈牙利国内没有人可以制约奥尔班 现在已经是奥尔班的第五个任期了 这种对一个人国内外之间的评价 完全南辕北辙 这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人 却在国内拥有极高的支持度 那么有几种可能 比如说这个国家的人他就是以挑战全世界为快乐 比如说俄罗斯人对普京的支持 或者这个国家的人完全被封闭控制洗脑 他只能支持自己的领导人 比如说朝鲜人民对金统治的支持 又或者这个国家是一个宗教国家 这个领导人是一个宗教圣人 比如说伊朗人对霍梅尼的支持 或者这个国家处于某种危机之中 大家有点慌不择路 选择一个强人 比如一些美国人对川普的支持 对于匈牙利来说 他的情况有自己的特殊性 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原因 匈牙利也许都有一些 但是匈牙利人对奥尔班的支持的核心 却是匈牙利成功的经济 匈牙利在奥尔班上台之后 他的年GDP增长率达到4-5%的水平 人均GDP1.5万美元 这个和波兰相当 匈牙利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吸引外资 匈牙利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在2020年超过了自己的GDP 达到了GDP的108% 匈牙利比德国和波兰都更能够吸引外资 匈牙利的工业投资中 75%以上是来自于外国公司的投资 匈牙利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这些外资投入所拉动的 那么他为什么那么吸引外资呢 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低税收 匈牙利的公司所得税是欧洲最低的 欧洲国家一般他的公司税都是在20%以上 比如德国很高 29.9% 法国28.4% 西班牙25% 英国21% 波兰低一点19% 土耳其20% 但是匈牙利的公司税是多少呢 9% 而且政府对公司极为友好 有大量的补贴和进一步减免税收的政策 第二个原因是相对廉价 但是素质很高的劳动力 匈牙利在历史上就是以机械制造和精密仪器制造而闻名 所以奔驰宝马这些公司都把自己的电动车的生产基地 放在了匈牙利 奥尔班对资本很好 那么他对人民呢 匈牙利的社会福利也很好 奥尔班由于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原因 极其鼓励生育 凡是有四个以上孩子的家庭 税率为零 而能够生四个以上孩子的母亲 终身免税 这个计划在匈牙利被叫做保护家庭计划 他的开支很大 竟然占到他GDP的4%到5 匈牙利人的生育率也因此在奥尔班上台之后 逐渐的从1.2上升到了1.6 当然匈牙利的福利不仅仅说体现在鼓励生育上 事实上匈牙利的贫富差距也比较小 基尼指数比德国和法国都低 这就说明匈牙利的经济发展是汇集全民的 从2015年开始匈牙利人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 他的实际工资的年增长率平均是4% 2019年达到过5.8% 作为实际工资增长这个幅度可不小 好 现在你来想一想 作为匈牙利人 自由民主很重要吗 有工资增长重要吗 乌克兰战争的正义性重要吗 有不让难民来打扰自己生活更重要吗 惩罚俄罗斯重要吗 有不让天然气涨价更重要吗 这可以说是一系列的灵魂拷问 从对匈牙利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奥尔班的国内外评价的巨大的差别 就是在于外部人认为的匈牙利人的需求 并非是他们真正的需求 或者反过来说 匈牙利人追求的还远远达不到 西方社会中民众追求的那种目标 最重要的是经济笨蛋 It's the economy stupid 这句话是美国著名的竞选顾问 James Carville的名言 他就是靠这句话 帮助年轻的比尔克林顿 战胜了只担任了四年总统的老布什 It's the economy 但是最后我想澄清一下 并非对所有人 对所有国家来说 经济都是number one的 都是最重要的不一定 但是相当多的情况下 经济是决定性的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需要知道 选民们到底要什么 而对于我们来说 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明白 选民所要的就一定是好的吗 好 今天的明察秋好就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